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是6月9號 三年前的今天 香港發生了反送中大遊行 隨著中國政府的介入 香港人的天空蒙上了一層陰影 2020年香港通過了國安法 近期香港的民選議會席次 也不如港英時代 六四也不能在香港悼念了 甚至六四的紀念館也被強迫停運了 2023年的6月5號 香港的律政司 向高等法院申請禁止令 要求公眾禁止在網路上等任何平台 傳播或翻唱 《怨龍光輝香港》這首歌 那對現況感到無力的香港人 陸續選擇的出走 移民、潤成為了部分人首要的目標 在反送中運動期間 台灣政府和民間許多人 公開列挺過香港 因此與香港文化 語言相近的台灣 也成為許多香港人離港後的 熱門選擇之一 反送中至今已經四個年頭了 當初那些選擇來台灣的香港人 已經融入到我們台灣社會了嗎? 今天我們將陪同一群在台的港人 跟他們一起度過香港人在台灣的一天 好想有經過 真的嗎? 好像有 因為我有時候會經過這邊啊 可是 你怎麼會想要直接就開一家店? 其實本來是打算 別人然後在香港開了 有很多因素了 其實環境吧 你在那個地方就是 那個政府也沒有信任的 你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我聽說你這間店就是除了 你有特別安排一天 工休日嘛 對對對 然後我看你還蠻常 搬一些就是 比如說講座啊 或是讀書會之類的 哦 對 因為剛好 有一個平台就是 哦 那我定一天收拾 有時候可以搬一些 可能磨動啊 就因為可能 香港來到台灣 有一個地方 可能大家聊天啊 開始幫我動 也蠻方便 還有一個氣氛會比較熱鬧 還有大家會更專業 等一下我們是要幹嘛? 我們等一下要包酒 包酒 端午節 今天找了一些小伴手來 教大家包酒 就是想體驗一下這個 因為包酒剛好 差不多端午節了嘛 對啊 那我們香港包酒要 我們將來給一些 台灣的鄰居啊 那一種 就是 擁有台灣的社會 還有給他們知道 哦 我們香港來了 我會... 不想要又分說 你是香港了 我是台灣人 對對對 大家一起過端午節 我們不是小群 大家好 今天我們就過來 包酒 就是送給我們台灣的鄰居啦 今天好 剛好有鄰居來幫忙 教我們包酒 那今天我們也有 仕途一致的問題 跟我們一起拍 哈囉 然後我們應該 要再等幾個祈禱的人 吃到嗎 到了 哈囉 Andy 不好意思 因為討論報告 所以晚到走進來的 是兩位來台灣念大學的學生 Hong 和Oskar 其中一位已經準備要畢業了 而等待他們的是他們的簽證 即將要到期 Hong Oskar 好想問一下就是 因為你們現在是喬生的身份 在台灣念大學 對 你們會覺得喬生的身份 在生活上會有什麼方便嗎 其實我覺得沒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在台灣我還是習慣這個生活 我覺得台灣人真的沒有其次的問題啊 就是我們接受我們 喬生的身份 都有健保啊 同樣有健保 然後 其實學校有很多就是不同國家的僑生 都一樣啊 他們大學裡面 大家都有習慣 有不同的人 那我看你們是運動後來台灣的嘛 那你們 終究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們的學業完成的 簽證的問題會出來 會回去香港嗎 還是你們會選擇用其他方式待在台灣 其實我就下個月畢業了 然後 就是喬生就有一個 有一連時間在台灣找工作 找得到的話可以換工作的聚樓 這比較尷尬的是 因為我是電腦的 所以我就比較容易 但是有一些比較文科的話就難找 我是剛剛來的 所以我還有三年多時間 所以我現在還可以找時間去找工作 我跟他面對的都是一樣 就是一年時間可能真的不是太足夠 我們找這個 因為他說要五萬塊的工作 相對來說 在台灣找五萬塊的工作 好像比較少 在台北比較多啦 但是在其他地方可能比較少一點 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 要申請那個工作簽證 其實我喬生也要幾分幾度的 我愛國人說英語了 他們沒加分 但是香港人說英語 台灣覺得香港是一個英語國家 所以我們英語沒有加分 所以上分數來說 我們其實有點奇怪 所以聽起來你們都沒有打算回香港 其實我們都不想找香港 我們想去一個比較自由的空間 可以 就是說出自己想去 想說的東西 如果一個社會 連一個說 笑笑笑話的機會也沒有 哪有什麼自由可言 你到底要想幫忙一下 這個要拿嗎 要 這個也要 這個也要 那你們先出 你們先出 然後最後也拿這個 好 我最後拿這個是不是 對 這看起來超香的 這個是砂天牛肉 本來山崗是包豬肉的 但是今天比較玩另外一種 是砂天牛肉的酒 這個很好吃 砂天牛肉的 是 又吃了一點 有吃了一點 他們可能沒有吃過 砂雞這個 那就是這個 各位不好意思啊 我又 這位大哥是今天年紀最大的參與者 他叫韋家哥 同時也是一名靠著投資移民來台灣的餐廳老闆 經歷過移民舊治與新制的交替 突然的改變 讓他充滿著困惑 這是李韋家 當然你是用投資移民的方式來台灣 因為香港人的收入以台灣人來看其實很可怕 但是現在投資移民的可能性還大嗎 我不知道現在才申請的 可能性大不大 但是我本來申請的時候是用舊治來的 但是他批的時候是新制 也有很多聲音說那個新制之下 批的比較困難 怎麼會想來他 其實我是喜歡台灣的 因為我覺得愛中華民國 但是我很難愛英國 不是遠近的問題 是您可以說我有一點民族的主義的精神 因為你自己是老闆 然後現在也越來越多的香港人想來台灣 那你會特別去招募就是香港人的員工嗎 還是你會希望他們去台灣人的公司 我自己的店鋪是按住這個規律一定要拼請那個 有台灣身份證的人 有一些人還說一定要台灣出生的 不過這個我還沒有證實 但是現在我找到的員工都是台灣人 如果是香港人的話 來到台灣應該盡量跟台灣融合一起 所以如果他們找工作 應該去台灣人的店鋪可能比較好一點 現在有一個講法是來台灣 可能如果再通過新的法律來台灣要4年以後 才可以申請那個拘留 但是我覺得你應該只針對後來 就是已經來了台灣的 應該是跟你從前的辦法 不應該你改一個法規 你就所有在台灣的人都受影響 那個我覺得是不公平 我也希望可以在台灣定下來 但是現在政府這樣的做法 我覺得還是令我們沒有一個很安定的 環境繼續下去 我覺得這樣子是非常不好的 剛好有邀請到傅太太炸我們 我抱著 現在麻煩他了 一把土地 要把雜貼 先把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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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欸欸 我要翻譯 先把雜貼 我們拿兩塊葉子 然後它有兩面的 一面有一個 電影線的 紫維救我快快快 好 那我幫你 他是紫維 一名熱心的香港學生 就讀台大的他 不但依舊熱衷關心香港的局勢 也已經投身在台灣的公民團體服務中 不過他來台灣的方式 卻是今天在場最特殊的一位 我是羅紫維 現在在台大念書 然後是一個流亡的香港人 因為看這奧維有發現 你來台灣的簽證蠻特別的 是庇護簽證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庇護簽證 然後當作是發生什麼事情 才讓你要申請這個簽證 那我是經由這個難民庇護的簽證來台灣人 以往因為要拿到這個難民資格 最困難一點當然就是你要被中共打壓 那以往我是參與在香港的學生運動當中 也是香港中文大學最後一代的學生會的副會 我們當時學生會被打壓 然後被迫解散 然後我自己有創業一些學生運動的組織 就是打算透過動員學生來更好的為香港服務 以及推進這場智慧運動這樣 你來台灣之後 因為我看你是持續有這樣關心政治 是因為你心裡還有一個可以改變香港的夢嗎 沒錯我在台灣還是持續的接觸政治工作跟香港的政治工作 那其實這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我希望在我有空的時候 可以在台灣做一些香港的政治工作 不是因為我有一個改變香港的夢 而是因為我有一個改變香港的理想 那第二個原因就是跟香港相對無關 就是我在這邊的台灣的公民團體工作 那其實主要的政治的工作內容也是跟台灣本土有關 而不是跟香港有關 而我去做這個工作的原因是因為我來快一年了 然後其實也感受到台灣這片土地跟台灣人對我的愛和包容吧 那我覺得可以在這邊做政治工作的方式 來為台灣的社會多添一點點自由民族的能量 因為之前黃之鋒曾經呼籲台灣推動過難民族 對 但後面因為台灣政府因為種種原因 可能沒有辦法就是很直接的跟你說 OK我可以推動這個東西 你會覺得你包括你身邊的香港人 會有這種受騙上當的感覺嗎 我覺得要把香港來台灣的人群分成兩群 英群就是耐民嘛 就是像我這種人 一些是可能是投資或是專業的移民 那其實為什麼會有這種上當受騙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是以往的政策 太過寬鬆的 因為在修訂儀期 就是香港人跟澳門人 來台灣定居只需要一年的審查期 那這個一年的審查期其實是世界上獨有的 也是一個寬鬆到不得了的非常奇怪的政策 所以香港以往就會有那個我們有特權 但現在只是把這個特權給收回去 準備要變成一個正常的跟外國人一樣的市民的期限 但是台灣政府卻在2019年以後 因為很多不同的原因 政治上看地裡把這個一年的時間拖長了 就是用行政的手段 那明面上市裡面 實質上可能至少都兩範圍 那才會有這種讓香港人產生的不安全感 以及不信任感 但我覺得其實普遍的香港人還是滿理解 為什麼台灣政府會要延長這時間 但我覺得台灣政府如果可以更好說明 說得更明白一點 香港以往解釋更清楚的話 其實這個信任感重新建立的話 那這個不滿跟上當收聽的感覺就會被進去 他真的很厲害耶 他真的很漂亮 他真的很漂亮 他是真的很會綁耶 等一下我覺得我也不太行吧 繞他是不是 繞他 先繞他的幾圈 可是你粽子要抓緊一點 好 他們兩位綁粽子高手也還是學生 不過已經在念書班的他們 是在台灣見證經歷了反送中運動的一切 依舊能從他們的眼神中看見他們思念的香港 但也許是情勢所逼 他們現在也只能選擇在台灣 靠著學業維持著簽證的這段期間 努力成為香港人來台灣的一座橋樑 這位是 維蟲 然後是 蟻 我想問一下就是 因為你們都 我看來台灣很久 在當初想要發生運動的時候 其實你們人在台灣 那你們那時候在台灣能想發生什麼 那當下看到的新聞就是 事件爆發的 因為我跟我在同一個房間裡面 我們住都是港生 然後都在想說 你怎麼辦怎麼辦 因為這事情 基本上我們很久沒有經歷過了 而且這個對我們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都覺得 希望可以自己 出一分力量去幫忙 礙於那個 課業的關係 所以就沒辦法馬上回去 那開始在想說 在台灣可以做一些什麼 那時候 因為我自己是念文化大學 我們組了一小群的人 然後想要在學校黏一些聯絡牆 我們各自在學校 有認識一些香港的朋友 然後就 開始傳短訊說 我們之後要辦活動就不要起來 結果 沒想到 有一天晚上我們 打算在那個學校外面 貼那個聯絡牆 結果突然就來 二、三十人這樣 還蠻多的 然後就開始 貼貼貼貼貼 弄一弄這樣 我其實那時候是站在旁邊 一直幫忙去看 但我看到旁邊 好像有點怪怪的 怎麼樣兩個人一直聽 就站在角落 在那邊聊天盯著 看著我們 那當時我沒有太在意 但過了大概二十分鐘之後吧 突然大群陸生上來 啊什麼什麼 你在幹嘛 在分裂我們中國嗎 這樣 上來就開始動手動腳 我們有一個女生 她就是 她被那些中國人 在那個高台上面拉下來 就受傷 然後當下就 馬上就報警 叫警察 在那個事件發生之後 其實 我們還蠻失望的 因為我們希望是 學校被給予我們 自由言論的一些支持 但 在當下我們看到的是 學校的 可能很平靜的說 啊我們希望兩邊都可以好好的 就是不要引起那種衝突 然後過了好像兩天之後吧 很多記者都要來採訪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 這個是我們在台灣 我們希望當下我們可以做到的事情 其實你們差不多大學快畢業了 那個時間底 我自己的話 我原本就有一個嚴閉的計畫 想要多學習一些東西 然後後來就是 也發現越來越多香港人來了台灣 這包括移民 包括可能有一些特殊狀況 才過來的人 畢竟香港很多東西都不能做了 這邊的香港人其實需要一些連結 所以就想說 我要不要多留在這邊 其實我原本是想要先走工作的 但老實說 找工作 在我當下 畢業的時候 剛好是 肺炎 所以就沒辦法 希望留下來 那只能走第二條路 就是去 繼續讀書 所以就去考研究所了 香港人為何會想要跟台灣人站在一起 我以前小時候在家都會看TPS 都是那種 對 多少會我了解 但怎麼樣從這份了解 到了我現在 我可以說我自己是一個熱愛台灣的香港人 我來到台灣之後 這六七年間 我體驗了很多台灣這邊的人事物 很難找到一個 對於不同的族群 那種包容的國家 為什麼我們會希望 台灣人跟我們站在一起 就是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 是要反過來思考說 我們香港人 為什麼要需要台灣人的支持 這個志工團 就是 我覺得 我們香港人在希望 得到台灣人的支持之前 我們並不是 還是在用 2019年的論述 比如說 我們因為都是支持自由民主 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我們香港人 所以我成立志工團 就是希望讓大家可以透過志工團 找一些台灣的朋友 找一些香港的朋友 一起來 我希望在這些 爭取其他的範圍之外 我希望做的是本土的服務 讓台灣人看見 我們香港人來到台灣 不只是因為我們喜歡 這個自由民主的制度 更是 我們熱愛這個國家 我們願意為這個國家 一起來付出 所以就是希望 透過這個志工團 讓大家可以在溝通的過程中 了解彼此 這樣我覺得很足夠 今天一直默默站在大家身旁的男子 名叫富湯 富湯到火的富湯 從運動中被捕 即使無罪釋放 也持續被跟蹤騷擾 他眼神堅定的告訴我 他不畏懼替香港犧牲 但他選擇來到台灣 是因為他還有未完成的任務 還有報復 主要到底是什麼 我們當初在香港 我們想要的就是 香港政府守法律 不要更改一些法律 令到香港人的利益受損 但是他們就沒有理我們 我們是一個很和平的 去表達我們的受仇 但是政府他們完全不關我們 到最後他們派去一些黑社會 一些黑警去打我們 到最後我們要用一些很激烈的手段 去表達受仇 跟去保護自己 不單只是因為我們的受仇 沒有受到關注 當初香港到底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們都在台灣 第一個就是我們去表達受仇 希望他將那個條例去取消 不要通過那個送中的條例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是用一個很和平的方式 去表達我們的受仇 我們遊戲 希望他們改變 但是在我們表達受仇的時候 就發生了一些傷害事件 在這些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向香港警方投訴 但是他們都不管我們 然後在721的時候 他還跟黑社會合作去打我們 不單止我們的受仇 沒有受到關注 而是我們的安全 他們也不管 我們才要這樣子把行動信課 然後我們又把他們打回去 因為我們不打他們 他們就會拿到了很猛 因為你現在基本上一定是回不去香港 對 第二個問題 什麼時候決定要 決定離開香港 其實我是根本不想離開的 但是我離開的原因就是 我知道我要避抓 我可以坐牢 我可以受傷 我可以用我的性命 去保衛我的香港 但是我在避抓之後 我坐牢 然後我還會做什麼 我什麼都做不到 你怎麼會想選回來台灣 其實就是因為我跟太太 都想繼續跟中共對抗 所以我們就覺得台灣 應該是中共下一個目標 我們就覺得在這邊 應該可以做什麼吧 就過來這邊 來到這邊之後發現 台灣根本沒有我們這樣子的緊張 我們來到台灣 然後我們會去一些運動的地方 然後認識一些台灣 跟他們講我們香港的事情 然後再講下去 他們就會說 哪裏的鹿肉飯好吃 哪裏的烏肉麵好吃 他們就不會真的很談這個性質 我們就覺得他們沒有我們這麼緊張 他們不是不關心 但是就沒有我們這麼緊張 反正我們在旁邊 就很緊張 那你覺得台灣人真的有成為香港人的後盾嗎 我覺得沒有 但是沒有是我們在香港的議題 台灣不會關心 但是香港人有事情在生活上 或是其他問題 台灣是有幫忙的 進湖的我覺得就太不清楚 他們好像是想要幫忙 但是他們就不會給我們一個很清晰的警察 現在只是 進湖給我們在這邊生活 但是其他的就沒有太大的幫忙 最後你有什麼想對來台灣的香港人說或是建議嗎 我會建議他們先了解好台灣跟香港的不同 然後你又愛這個地方 你才來台灣這邊 如果你發現你只是不清不楚地來到台灣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文化衝擊會很大 好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看完我們參與在台港人的一個下午聚會 可以發現許多政治上的難題 都是因為一國兩制被戳破後 香港人在國際上逐漸被以中國人的標準嚴格看待 但我們也不難看出 許多的香港朋友已經不把台灣當作只是一個政治庇護的工具 或是一個避風港而已 而是經過生活之後 真正開始對台灣有了認同感 感受到台灣對他們的暴龍 也真心的期待台灣可以成為一個更好更進步的國家 不過台灣政府在排除掉中國可能惡意假扮的香港身份 去滲透破壞國際的和諧下 到底該如何去審視辨別出真正需要幫助的香港人 這或許會是接下來幾年重要的課題 希望這集的紀錄能讓更多的台灣人認識到 早已成為我們生活圈一份子的香港朋友們 台灣人挺香港 絕對不只是一個口號 你身邊也有香港朋友嗎? 你覺得我們該如何幫助他們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討論 今天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次見了 拜拜 拜拜